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可以不病呢? 我们搞清楚这里才可以长期健康 原来答案很简单 不论中医、细医、什么医都好 我想他们都会承认这件事 就是什么呢? 其实病是跟一件事有关的 那件事叫做身体的抵抗力 现在我们就流行讲免疫力 前几年我们未有疫情 疫情有些人病有些人病 有些人中招有些人没事 谁决定呢?你的免疫力够强 那就不会垂低了 即是说我们自己有多强的免疫力 你就有多健康、有多长命了 这次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免疫力 好吗? 开始之前我们回到内心的世界 邀请大家平时向外去扩张 向外去看东西 现在闭着眼睛 向内心探索一下 体验一下 享受一下我们内心的世界 你还心呢? 你还心价也在不做 你还心价否认真 你能跌倒一些 你会想在脑梯上 体验一下 你会想在高免疫力 自己会想在驰What Immunity 我们是讲什么呢? 怎样可以用科学的方式 科学就是现在我讲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 它怎样看这些东西呢? 我看是几简单的 就是我们生活这个环境 周围充满着有很多的叫做敌人 敌人是对自己不利的 在这里侵害我们的 毒性化学物质、辐射 很多微生物是不友善的 我们叫做恶菌、病毒这些 这些东西西医叫做病原体 中医叫做外邪 到处都是的 无处不在的 但是事实就是 大部分时间我们无事的 虽然周围都是这么多东西 我们叫做敌人 但是无事的 为什麽呢? 中医就说 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嘛 你有些正气呢 就不会被外面那些侵袭了 这个正气就是我们所讲的 是免疫力了 我们平时可以不生病呢 就全靠自身里面这种抵抗力 即是我们的防卫能力 这个就是我今次所讲的 免疫力了 一般来说 我们的免疫力达到一定程度 我身体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健康的状态 我们就说 那免疫功能几好 按照 密敬天擇 适者生存这个自然法则 为了因应各种变化 我们要生存下去 生物都发展出足够的免疫能力 来到去保护自己的 那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们是怎样保护自己的呢? 这个防御系统 是怎样运作的呢? 我们读完小学读完中学 没人教我们的 现在保飞不像啊 不像啊 你知道我们的架构是怎样的 运作情况是怎样的 那你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嘛 原来我们的免疫功能 就有两道防线 在帮我们支援我们 让我们长期健康的 第一个就是身体外面的 身体外面的关卡来的 皮肤、口腔、鼻有黏膜的嘛 这些关卡就包围着我们整个身体 就保护我们去抵抗外界的物质 外面的那些大大粒的那些细菌 或者是很骯髒的那些沙尘 什么呢?就挡在外面了 就隔着了很多可能 但是还有一支很小粒的啊 但是还有一支很小粒的啊 再说一次 刚才我们说外面的关卡呢 就是皮肤啦 就是我们鼻的黏膜啦 还有口腔啦 还有口腔啦 这些我们就是外面的 里面的呢 里面有淋巴 有个皮啦 有骨髓啦 有个胸腺啦 有个胸腺啦 有个扁涂腺啦 那滅液细胞是什么呢? 可能你听过一些的啦 吞细细胞啦 B细胞啦 T细胞啦 保体啦 自然杀手细胞啦 毒杀细胞啦 很多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军队的偏好的 组成了整个网络 就分布在我们全身 由头到脚 譬如我们的血啦 我们的淋巴液啦 我们的皮肤啦 我们的心脏啦 我们的肺啦 我们的脑啦 他们全部一起互动 又很有默契的集体运作 就在身体里面 就是搞出一个很激烈的防御反应的 有什么进来呢 他们就会去进入更加状态 去砌它 去保护我们 最重要就是保护自己嘛 不用死嘛 就是所有的生物都有这一种超强的本能 如果不是他们绝一种 超强的本能 去有什么杀进来呢 就是有杀错没放过 就要去顶住的 那有时呢 有些入侵的东西呢 是很狡猾的 很难搞的 例如我们经常熟悉的病毒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先是在里面 在这里生产生产一些抗体 抗体 抗体 去对付 让病毒就没有定力 就不能够跟着寄生的细胞在身体里面 暖地横冲直撞 于是就消灭了它 打烂了射爆线 那现在就讲一下了 我们的设计就是这样了 平时就是天罗地网准备好了 那我们怎知道 我们怎知道自己身体里面的抵抗力 这个免疫功能能不能够呢 其实应该知道的 但我们个个都没有留意 即是有了警报的了 但我们不收的 那结果你也知道 有些人表面上看上来很健康的 都很少看医生的 不见他大病的 其实他抵抗你很差的 我希望不是你 身体在平时就不断发出警告 你不收这些警告 但是突然间倒下了 就是不要赖人了 我知道这些警报 有五样东西 真的要留意一下 真的留意一下 你有没有这五样东西 有很小心 有可能是你的免疫功能 现在已经很差 随时预备塌 第一 肚饿 搞不搞肚饿一次呢 没事 但是时时肚饿呢 通常有问题 那条腸是免疫力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我们经常都说 那条腸是第二个大脑 我们有两个脑 一个脑在这里 一个脑在腸里 我们身体里面 那些免疫细胞 有七成在腸里面 同时大约有100兆个腸里面的益生菌 这些益生菌呢 腸里面的益生菌呢 就是协助去维持身体的免疫功能的 所以如果你经常都会无端端去肚饿呢 证明你条腸的生态是多不够 于是你的身体免疫功能很受到影响 所以第一样 坏的就是肚饿 频频肚饿 第二就是发烧了 九不九分一次烧呢 通常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很离奇地 无端端去发烧呢 你解释不了原因 一直都觉得身体很生气 但又不是高烧 其实是表示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我们叫做低度的发烧 表示身体其实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不断发炎 一直不断产生代謝的废物 这些废物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 就等到真正有病原体 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很麻烦的外敌 入侵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功能 已经再无气力去对抗这些细菌病毒了 即是我们长期里面发炎 搞到消耗了身体的能量 有仗没兵了 打不到 所以又倒下了 第三个指标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真是劝你小心小心小心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伤口 迷口很慢 我们久不久都有伤口 戒痛、跌痛 那些 或者是做手术 原来你的身体的伤口 修复者有多快呢 就表示你的免疫能力有多好 上哥经常说 吃了生后 个个都是这样的 伤口是快很多 即是埋口 真是快 给人家快一倍 人家要二十天 吃了生成功的那些人 十天的伤口就埋了 我试过很多次都是这样 跟人家比较 我们有些朋友吃生日俗 他都是斬出手 扑到很大个伤口 很快就好了 原来现在你知道 这个就是免疫能力的一个指标 因为伤口如果要修复 要靠我们的血 是运输 顺畅 那些血运行得好 就带来足够的养分 和养气 如果你的伤口经常都不好 表示 其实就是气血很差 你的血流运输得不太行 或者你的血流运输得不健康 如果是这样 当然就是无法顺利地制造到免疫细胞 就算有 都是运输得不好 无是及时大量运到身体不同的地方 去抵抗病菌 好 讲那三样 不要衰这一样 这一样就是 现代社会生活 好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整天都叫累 就是整天都说自己累 那你做的事做得时间长当然累 或者是你都很厌倦觉得累 你吃得太饱觉得累 但是现在我们讲那种疲劳 就是不知为什么 长期都觉得是这样 这个有问题 如果你长期觉得很累 即是说你身体负荷已经太重 受不了 就是无法正常有效地去修复 去舒缓 去代謝身体里面 蒸了这么多废物 即是搬不走这些废物 当然这个影响免疫系统的工作 我们的免疫功能就没办法正常发挥了 好 第五样 最后一样就是你有没有的 讲不讲我都听到别人这么说 天气一变就周身不舒服 所以这些人身体就是天文台来的 天气一冻他就痛了 一湿它就酸软又酸又痛 当然这是外面的温度影响 外面的湿度影响 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有限度 是可以调节 我们有些机制 热点就不怕热 冬点不怕冬 湿点不怕湿 干点不怕冬 这些才是正常的 例如做洗腸钻食那些就是这样 你看一个人大不大汗就知道 大汗其实是表示 他的调节机制很差 他的免疫功能很差 就是这样 如果天气一变 你又说这儿痛那儿酸软 即是身体已经出了不妥的情况 中医都说痛就不痛 痛就不痛 你的气血不痛 数一下营养 希望你不会失去营养 如果不是 你随时预备想 第一就是长期都肚饿 第二就是 经常都不知怎样 发烧 低烧 第三是伤口很久都不埋口 第四是经常都觉得累 第五天气转变 就周身不舒服 那这个就是红灯 长哥提点了你 介绍这五支红灯 如果下次着了红灯 就是知道自己的免疫功能 不怎样了 这样就会生病 随时会生病 这样 好了 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 就是刚才我们明白了 免疫功能这么紧要 想健康是靠它的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 这一番 就是身体 有队军队 去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你的军队没了军力 免疫力 为什么我们搞到这么差 这么说 我们生出来 就是十全十美 我经常说 相低是不做次货 落到这个世界上 各样东西都设定好了 硬件软件 我们的军队 设定是全顶了 我们的免疫功能 应该是非常精密 很原备的 很感谢在过去 几多百万年几多千万年进化 我们的身体几乎百度不沉 就是一出生 具备了有一定的免疫能力 凡在外面有什么杀进来 经过身体的免疫反应接招之后 下次同样这些外来毒物 搞就杀进来 所以免疫系统可以很快地认到 入侵是什么 就是加速去打败它 消灭它 我们正常是这样的 只不过 现在我们都失败了 没有了这些能力去自慰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有几个原因 你要知道这些 然后才知道怎样去搞定自己的身体 第一是自然的老化 第一是自然的老化 即是年纪大 免疫功能就差 这是正常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是初初出生的时候 头几个月 靠妈妈那时候 给定你在 有几个月的保用期 那时候你吃暮雨 那些就能保持到 接着在我们一岁两岁开始 就自己发展到自己的免疫系统 就不是靠妈妈那时候 放下一些东西 一直在小朋友的时代 自己的免疫系统就成熟 就是长大 是了 确张了 但是到了中年以后 它自然就会萎缩 退化的 就是在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成熟了 再过一些 我们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们的免疫的兵 是怎样去制造出来的呢 是在空线那里 在林巴基那里 在扁桃线那里 这些这样的器官 是越来越缩到很小 于是就少了兵了 产生免疫细胞的能力 就是越来越差了 弱了 到了中年以后 我们就要吃老本 就是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建立起的免疫能力 可以撑多十几二十年 维持到四五十岁 虽然在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生产免疫细胞那些机关 已经一路熟了 生产少了 但以前就是围留下来 烂船有三斤钉 都顶住下 但是呢 到了五六十岁之后 我们吃老本 剩下不太多了 于是免疫功能开始插水 所以老人家就容易病 就是这样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老化 第二个是生产的方式 是因为我们长期惯了租责的身体 用非常违反自然的方式去做人 夜晚又很晚才睡觉 长期精神压力很大 情绪差 又猛疹又惊惊 又妒忌又悲痛 精神压力很大 吃错东西 吃到好错 呼吸又差 好错 身体姿势不好 宿埋、翘手、翘脚 路动不够 晒太阳不够 刚才说了一大堆东西 全部都在指挥武功 那你就没有兵力去保护家园了 有什么杀进来 你就投降了 第三个因素 又是一样这么凄惨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越积越多 有毒物质 今天不详细说 你也知道 周围的环境很汇染 还有里面自己长期一 是有负性的情绪 即是很害怕、很生气、很内疚、很绝望 这些情况 产生很毒的物质 即是腎脏腺素 那些紧张荷尔蒙 现在我们的身体 如果你有听长哥说排毒 是毒到不得了的 整个身体是堆满了有毒物质 这个我们削弱了 无可避免削弱了我们的免疫功能 于是那些微生物 就是长驱直进 入了来 就是经常搞破坏 于是呢 我们的身体移动就病了 我们叫这个是散药 即是你吃西药吃到散了 打针打到散了 中医就叫这个是体虚 经常被外邪去干扰 经常被外邪去干扰 体虚 那 要有一样说 刚才听了这么多 常会一直说 免疫功能很棒 免疫力很棒 我们好好好 其实这个世界呢 记住啊 记住做人呢 就是过犹不及的 几好的东西呢 这么多就够了 多那头呢 可能有反效果的 连免疫力都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 刚才不是说咯 我们免疫力弱了就会病嘛 等于是那些入侵的敌人 在那搞搞阵 那很多人就以为呢 那我们就增强了免疫力咯 吃点药啦 吃很多保健品咯 听起来听起来什么 空腺五胎 转移因素口服役咯 甘露罪糖胎 这些咯 很多名堂的 那吃完吃完这些呢 就无后顾之忧了 百度不侵 不好意思啦 这些信念很错的 免疫力呢 好像一个伤人剑 即是一把刀啦 两头离的 两边都离的 你乱用呢 就是盲目地增强 会带来灾难 我们身体呢 就是有两类的免疫功能 就是细分呢 一种是细胞的免疫力 这些是用来打仗的 战斗细胞 一种是体液 body fluid的免疫力 这个是抗体的武器来的 还有我们身体 有一些叫做免疫监视细胞 这个又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功能呢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分别的我 哪个是自己有 哪些是入侵 不知是什么来的 就一定要抵抗他们的 如果它分得出哪些是自己有呢 那这些社胞就不会指挥它的战事去清除了 一认定是外来入侵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就动员所有的力量 去有杀错 没有放过 清除所有入侵的东西 你至少听过艾滋病 艾滋病其实呢 就不是一种我们叫的病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感染了一种病毒 叫做艾滋病的病毒 这种病毒很值得死的 就是能够就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将我们的细胞的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 导致我们可能随时就受到其他的感染了 譬如肺结核 譬如其他的病毒感染了 所以艾滋病的人呢 不是死于艾滋病的 绝大部分是死于各式各样的感染病 肺病肝病那些 它不是死于艾滋病的 艾滋病本身不会拿来命 但它搞到你的身体 没有抵抗力 没有免疫功能 这才是恐怖的 譬如说 你也知道什么叫肿瘤 生癌有个肿瘤 正常身体 就是每分每秒 细胞都在分裂 在增生 如果它爆出来的分裂 情细搞错了 分裂出来的细胞 是它自己失了控制 常常突变的 变成是预测不了的 我们就叫做癌症 就是有癌症的倾向 癌化 身体的免疫监视系统 那又怎样呢 就是可以清除这种隐患 但是当我们接触到大量的 平时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接触到大量外面的 智能物质的时候 或者它里面 我们基因转禄系统出现大问题 就搞出了 不知怎样 搞出了大量的突变细胞 我们正常的免疫力的兵力 就顶不住了 超出了 那就出现了 就是癌症了 就是这样搞出来的了 由这个意义来说 其实 免疫力低 开头就说了 就搞到我们身体容易病 就不等于说正常人 就可以搞多些免疫力 去预防疾病 不是的 至少你听过什么叫红斑狼瘡 你听过内风湿性关节炎 你听过血管炎 这些病到现在为止 都没得医的 医不好的 为什么这么难医呢 就是因为这些病 就是身体免疫力太强搞出来的 不是免疫力低 是免疫力超高 就搞出这些病了 就是它的兵力过猛 就是过敏了 有些原因不知怎样 有些情况不知如何 就启动了身体的免疫力 本来没事的 就是过分反应 分不清楚敌人和自己有 错误将自己身体的有一些元素 当成外来入侵的东西 于是我们的总机 就是指挥全身体的免疫大军 去打伤自己 你听过器官移植 很多时候会失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譬如你移植的神下去 你的神有问题了 割了它 就换别人的神下去 所以身体就是不知道这个神是自己的 因为自己的神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所以揭尽全力去排斥这个神 而进来的器官 譬如心脏的神 就要消除这个神 搞到移植进来的神的神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太强 或者是失控了 那就是造成灾难 就是这样 就是说回那些 对于红斑狼瘡 类风湿性关节炎 血管炎 这些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就是要想办法用一些东西去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因为它太强 尤其是哪一个接受器官移植 就千万不要去补身 不要想办法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反而用大量高强度的免疫抑制制 好像激素那些 就打压身体内正常机体的免疫力 是不是很奇怪呢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知道为何正常的普通公众 你觉得自己很弱很残 年纪大不要随便吃那些 增强免疫力的药 不要亂補 就是你以为自己很健康 好事 就不断吃那些药 它说可以增强免疫力的 其实是要因此 反而有很多自营食物 常哥经常提的那些 虫针粉 譬如螺旋组 这些可以提升我们的 有限度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就是不会令它过强产生反效果的 达到最佳境界就是免疫功能平衡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不如我去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做这个 一定行的 没死 没介绍错的 就是有一个动作 可以令到我们三时三刻 一做就提升免疫力了 譬如你在乘地铁 大惡了 有个人在你全面抱壁 是猛咳咳 口水鼻涕 哇 这样 或者你去一个地方 那几段 就是流行性感冒很厉害 你又很害怕染了什么细菌那些 戴口罩是没用的了 常国经常都说 反而你要用办法去提升你的免疫力 最好就是用念力 今天不讲念力 你说我不懂你不知你讲什么 我不跟你讲能量 今天不跟你讲能量 我们只是讲生理 讲生物 讲生物化学 我们是讲解剖学 可以吗 就是我们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即时振奋精神 行气活血 激活我们的免疫力 原来 原来 我们身体没有很多 中医所讲的月位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有很多月位 有一个月叫开心月 开心月 你只要去按摩它 你刺激它 你活化这个部位 立刻就是个生平 很平静 又是很具精神的 加速百病痊愈 提升免疫力 你只要是刺激它 按摩它 无缘无故里面就很开心 就是很弱动的 是不是很正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神奇 很简单 开心愈 开心愈 开心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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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 Thymus Thymus 就是我们所讲的空善 空善 原来 Thymus 这个字 来自希腊文 Thymus 就是生命能量 中医 这个就叫做痰中月 是不是 印度的传统 就叫做心轮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中线这里 两个乳房 两个乳头 乳头 在中间这里 吞上两寸 就是这里了 整个手指指着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痰中月 你按下去有些很有趣的感觉 那就是 以成年人计 我和你 就是比乳头高两寸 在中间这里 原来这一个月 是真是西方古代医学 就叫做生命能量的中心 它是负责保持 整个人的生命力高度震动运作的 只要这个位正常和谐运作 整个人就活力充沛精神振奋 如果这里塞了 就是血气不通信 这人就死死死死 無精打采 就无力 就很累的 所以 有时就要去激活它 什麽时候我们做错的姿势 会令空线这个位置运作得差呢 我们就有难了 我们生理方面怎麽防额运作呢 姿势不好 呼吸很差很浅 或者思想方面不够积极 你觉得很悲伤 你很激气很生气很生气很害羞 你在这样的状态下 这个心线萎缩缩呆滞 这些东西不流畅 于是整个人的能量插水 身心灵状态很大损失 那怎麽呢 那便拍它咯 那麽就太简单了 就是这样了 再讲一次 这个空线就是在这个位置的 心臟前臂在这 在免疫系统建立过程里面 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兵工厂 它是在这儿生产兵的 这些兵是储存在这儿的 在这个骨髓里面 就做了那些白血球出来 白血球就是我们的前线的兵 这些兵是在这儿 就是负责自我修复 以及对抗入侵的病毒 刚才我们都会讲 我讲了 就是空线的位置 这些病毒的 如果精神紧张 如果精神紧张 营养不良 你有心理障碍 加上环境污染 加上吃藥 如果你吃烟喝酒 就是加速免疫功能衰退 那你就很容易 什么病都有了 尤其是过敏性的病 代謝性的病 糖尿病就是了 就是产生免疫的缺陷 譬如淚风湿症这些就是了 甚至严重一点 就会变成癌肿瘤了 那只要我们 刚才我讲了 是刺激这个位置 这个空线这个位置 就活跃起它的运作性能 这儿呢 刚才我讲了 它是生产白血球的 那就是生产T细胞的 那这些T细胞白血球 就是去到它散了出去 就在全身各部位 就是去杀菌了 去协助修复 搞好一些东西 整个人的活力提升 精神了 什么病都好得快 好了 讲了这么多怎么做呢 很简单的 你去刺激它就可以了 那你就 握拳头 握拳头 手背向前面 大力去打这儿 不停地打 再讲一次 就是用这儿去打 就是这个拳头向外 不停地打 有时候有些人是拍的 拍也很好 或者是你握住拳头 用最多肉最远的部分 就是这儿最远 就在这儿这样按 但是你这样压 这样 或者又可以用四只手指 不要手指尾 不要手指尾 这四只手指在这儿这样搓 就是搓20秒钟 这样搓 我们一起搓20秒钟 好吗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13 8 7 6 5 4 3 2 1 做好20秒 再讲一次 要不你就这样哑她 拍她 要不就是用这个去揉她 要不就是用四只手指去这样 在那裡按摩, 哪些人最需要做這一個呢? 就是年紀大了, 你的氣血越來越不行, 這些什麼時候你有負性情緒, 譬如心情極度低落, 或者你很激氣很生氣, 或者你覺得很淒慘, 又沒有動力或者什麼, 就要去做了, 你時刻不想動, 不想大腦停了, 運作不了, 你就要做這一個, 還有什麼時候覺得我作病, 傷感冒那麼生氣, 就馬上做, 或者你過分緊張, 睡不著, 哎呀這裡好車寶, 你很想平靜想鬆弛的時候, 就做,很奇怪, 你這樣捏一下捏一下這裡, 竟然呢, 竟然就會整個人靜了, 又很興奮, 又很靜了, 總之是, 每次做20秒, 最好每個小時都做, 現在可以就可以了, 好, 講多一件, 最後來想說, 就是吃西藥和免疫力, 我們知道, 現在我們所謂的西方醫學, 那些對抗式的療法, 就是針對那個病徵的, 它沒有解決你的問題, 它是針對你的徵狀, 去弄走那個徵狀, 好似火竹, 著了紅燈, 有警報爛爛聲, 它打爛火警鐘, 它整熄了紅燈, 沒有解決問題, 就是咳就和你止咳, 發燒就和你降溫, 這一個就是對抗式的, 那就是他們習慣了, 用反制性的藥, 去針對你的徵狀, 就是這樣, 總之你咳咳, 搞到你不咳咳, 它就叫做收工的了, 那如果你是想提升你的免疫功能, 就沒有可能用這種方法的了, 因為藥物只可以針對單一, 或者是少數的病毒產生效果, 但是你如果和那些病毒搞對抗, 你用幾毒的東西去針對它, 它都會產生抗藥性, 不斷地變種, 那時候沙士就是咳, 後來COVID就是咳, 道具一尺, 魔具一像, 你怎樣去砌它, 它都會變種的, 那你就長期要吃藥, 長期打針, 便利益藥廠, 你自己就越來越散, 就是這樣, 那譬如這個愛滋病就很明顯, 因為愛滋病毒入了淋巴球之後, 就躲在淋巴細胞裡面生長, 在那裡猛幹複製, 它是破壞淋巴細胞膜, 就全部將你的免疫功能破壞, 廢了武功, 那你做不到免疫, 那其他的病就臨不臨性出現, 連最起碼那些感冒的病毒都會拿你命, 因為你沒有免疫, 它全部廢了你武功, 所以失弱是沒有辦法令我們的免疫系統恢復正常, 只是很高的時候打一下, 低的時候又扶一下, 那就是你乘世要吃藥, 後永遠沒有可能康復的, 那現在就是這樣, 中醫,講一下中醫, 原本就是沒有這個名詞叫自體免疫的, 中醫經常說化失其症, 即是這個相當於人體的免疫反應, 失去了它應有的做法, 或者是不正之氣, 正邪相憎, 自體免疫的疾病, 因為它先天有體質的問題, 體質本身就是不正之氣, 自小在身體裡面潛藏, 有時遇到有些條件, 它就爆出來, 譬如你什麼條件? 你不休息得夠,過勞, 工作量太多, 壓力太大, 氣候變化, 或者是有細菌病毒感染, 一引發就有邪, 正邪相憎, 就引發炎症的反應, 最後就是避, 即是氣血不通, 所以中醫就是懂得搞這個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恢復健康呢, 就是一招了, 一招了獨步單方, 就是扶正, 扶正, 歪了, 扶正, 就是改善體質, 翻回不傾斜的天然狀態, 中醫說你濕, 中醫說你寒, 中醫說你燥, 這個是傾斜了, 它令到你又不濕, 又不濕, 又不燥, 又不虛, 這樣呢, 就是不用醫什麼病, 病就自然搞定, 問題就是, 你的系統出了, 整體的狀況出了問題, 所以中醫是一種Systemic Medicine, 就是系統性的醫學, 和西醫的那個,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大家在差很多層次去理解, 我們的健康狀況, 好了講了那麼多, 現在知道為什麼你病了, 知道怎麼可以不用再病了, 提升你的免疫功能, 剛才長哥提了五樣東西, 還記不記得, 如果你經常都肚餓, 經常都低消, 經常很累, 這些, 小心, 就是因為你的免疫功能, 已經是亮了紅燈, 這樣, 總之, 又說回這個樣子, 沒有人想病的, 你不想病, 你要知道你為什麼病, 可以的, 我們的防衛出了問題, 剛才一直說, 為什麼我們的防衛, 會不設防的呢, 為什麼沒有兵的呢, 為什麼有些兵在這裡用不到呢, 如果你忘記了, 搞不清楚, 再聽一次, 好嗎, 多謝你陪下長哥, 這段時間, 長哥不是專家, 不過, 因為我對生命很認真, 我在我崗位上面, 去支援很多, 健康出現問題的人, 所以就是, 自己做很多功課, 我有很好的條件, 去做這些, 雖然我是外行, 希望, 但是都慢慢看得通的東西, 希望, 剛才我說的東西, 對好錯好, 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多多指正, 我等著大家的回應, 好, 我們一起結束, 就有一次感恩, 要請大家閉上眼, 如果你有條件, 回到內心的一個, 喜悅的, 安靜的, 圓滿的狀態, 這個是將來我們的貴宿, 永遠的貴宿。 好, 我们多谢自己身体, 多谢身体里面的免疫功能, 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 我们多谢每一个人互相支援, 让我们可以享受瀟灑走一回, 这一次生命的刺激和意义, 我们多些机会一起互助互面, 交流我们的喜悦, 交流我们的感恩, 再次多谢你,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